漏化創作架了小婚是一輪胸在地人 我們做事後立港做十多年 因為對著漏化這香港的三星很大興趣 所以他就開始來專心到執創作 他的作品《衛生掛出款》 假學婚臨在地農散以及人文風景 在很多比賽都沒中秋 目前他在社区大學來進行高校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來進行漏化加激創作的行列 一間還有一間美麗的漏化作品 都是創作者聊小婚、情趣、所有設計 原本做給你工作的意 第一次看到漏化就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他們處就到了很多時間 開始了這條創作的囉 第一次看到漏化的那一刻 真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怎麼有這樣子的一件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畫風 對 那我的恩師是林智英老師 當初老師的每一件作品都深深的吸引著我 對 所以我就跟我的恩師林智英老師一起學習 這樣子 第一條學婚臨創作當中 結合很多生活和文化來度玩設計 以後將婚臨在地農產品自己作品當中 讓新品有料金加作不一樣的意義在裡面 有很多的作品都是用我自己的故鄉為一個背景 就是我在地文化的東西 比如說我想這個 我可能就雲吟縣的鮮花 然後我是二輪染 二輪鄉的梅隆龜 骨坑的柳丁 跟鄉村可以很普遍的鮮丹花這種 我小時候有很多的回憶 我們會把自己的一些兒時的回憶 然後透過繞花的方式來呈現 然後竹邊也是很鄉村的味道 繞花這項工的需要時間慢慢完成 也好作品是更加有溫度 可以運用的環境看 了解婚簿非常多的社區大學 和一些庫廷 將繞花的文化分享出去 我盡量去花時間去練習 然後慢慢把它完成 就是不要擠 因為一擠了作品就會變得很亂 就像是畫素描也一樣 你素描你一擠了 你的筆觸就會亂掉 對啊 老師就是慢慢這樣鼓勵我們 他要一層一層的堆疊 那個質感是要靠時間去堆疊它 出它那個我們想要的那個感覺 想要畫得更好就是要靠時間 這是擠不得的事情 靠著香手了解婚一筆一筆 將想要表達的創意慢慢重現出來 他也希望經加多人可以來了解 老化賣人的地方 共同來創作出特別告意義的成果 現在報出記唱報道